大姐夫 大姐夫 我这老公有一个中午的休息室 姐夫 哎呀 你就帮帮陈家南吧 不就是在咱们家 给他临时当会儿爸爸吗 有这么难吗 不是 小米丁 我不是不帮陈家南 你说我当他爸爸 我 我心里受不了 也就是让你临时帮个忙 你有什么受不了的呀 爸 爸爸 哎呀 哎呀 爹地 哎呀 哎呀 大奶奶 你别喊了 我心脏受不了 哎 大姐夫一声叹息 这事成了 我这要命的同情心呢 大奶奶 我不是不帮你 你说人家小伙子喜欢你 这不是个好事吗 为什么不同意呀 大姐夫 我现在创业刚起步 我想把全部的精力 都放在创业上 那你就告诉那个小伙子 你说你现在不想谈恋爱 不就完了吗 我说了 他还追我 你跟他说啊 你说你已经有意中人了 不就完了吗 我说了 他还追我 你们公司是不是跟他借钱了 我们公司消息可好了 他借什么钱呀 哎 对了 大姐夫 那男孩还说了 只有一种情况下 可以让我放弃追求你 那就是我跟你那个意中人 同时站在你爸爸面前 如果你爸还是看不上我 那我就退出 那不简单嘛 你这样 你带着他呀 回大连 让你爸爸看看不就完了吗 我哪有那时间呀 再说了 万一我爸真相中他了 我怎么整 那万一我这个爸爸相中了 你怎么整 你就不能把我俩往一块整 对 就不能往成了整 行 就算我临时当他爸爸 那谁临时当他那个 那个义中人呢 你的经理 田笨的 田经理当义中人 啊 我是副经理 他是经理 他管我叫爸爸 你哪玩你 可以 田经理答应吗 他必须答应啊 就我这魅力 他能抵挡得住啊 你还别说佳男 小米日给你选的这个真心 田经理好啊 那个头一米八六 浓眉大眼的 那往那一站 仪表堂堂啊 哎呀那太好了 赶紧把田笨笨给叫来 让他提前适应一下人物关系 对对对对对 你把田经理叫来 让他喊我两声爸爸 这样我们好互相适应一下 喂 什么 你已经到小区大门口了 不是你怎么来这么快啊 行了一会家里见吧 大姐夫 追我的那个男孩已经到了 好 小米亮让田笨笨赶紧来 对 大姐夫 你现在回家 咱爸那衣服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好好 走走走走走 佳男娘 你爸什么特点呢 我爸说话比较直 那万一我要是没话怎么办呢 没话你不让他回去吧 别在这儿待着 行我明白了 那我走了 喂 田笨笨 你现在立刻马上到我家来 那个佳男的那个追求者已经到了 什么 你在总公司来不了 那我不都跟你说好了吗 你这会儿让我上哪儿找人去啊 小米莉 一边去 好嘞 你回来 压根就没动 小恰 你帮个忙呗 说 你一会儿能不能临时当一下佳男的一周人 帮不了 我的心里只有你 没有他 帮小恰 今天这个忙你要是不帮 你从你以后再也别想介绍我了 帮帮 为了你 你让我跟佳男结婚都行 去边儿去吧 你想的没 跟你说啊 你现在就得回家 赶紧换套衣服好好捣扯一下 咋回事啊 他那个追求者马上就到了 一会儿呢 大姐夫 给他临时当爸爸 你呢 临时给他当一周人 知道吗 都是临时的啊 哎呀别问了 时间都还不急呢 等会儿他跟你说 快点换呀 急死我了 楠楠 楠楠在家吗 楠楠 别唠楠楠楠楠的 叫我陈佳楠楠的 楠楠楠 楠楠 我这不都叫瞬口了嘛 咱爸呢 别咱爸咱爸的 叫叔叔 哦 爸 这是我爸爸 这个是我的朋友 叔叔 您好 不同意 回去吧 你得有点过程了 叔叔 您好 我叫顾子谦 您好 欢迎你初次到我们家来 不同意 回去吧 爸呀 你这过程也太陡了 哪有人家刚进门就碾人家走的 你让他坐下 那个 坐一会儿再碾你 坐吧 那个 你多高啊 我一米八 那完了 我们家南的一中人一米八六 你差四公分 几块腹肌啊 四块 天天健身 完了 我们家南一中人 二十块腹肌 腰围多少啊 二十六 完败 我们家南的一中人腰围二十一 裤肠多少啊 难道 你爸是裁缝啊 我爸是企业家 小伙子 哎 其实你的条件不错 但是没有办法 你遇到的竞争对手太强了 这个田经理啊 是我们这儿最有出息的一个青年了 年纪轻轻 就是我们小区的物业经理 物业经理 那是我一辈子的梦想啊 你在哪儿上班啊 我在宏达公司上班 宏达公司不错啊 你在公司干啥呀 目前来说的话 我算得上是一个小高管 但是叔叔您放心 以后我肯定是这公司老总 他比田笨笨强啊 你多大了 二十六 呀 加拿二十五 你俩合适啊 天哪 不能合适啊 我同意 回去吧 叔叔 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 今天我要是没见着南南一中人 我肯定是不走了 小伙子我跟你讲 一会儿他那个一中人来了 你受刺激 来了来了人来了 加拿 这位是 这是我朋友 小米烈 你好 来了吗 来了 进来吧 南南 我来了 听说 你要会会我呀 你哪会呀 我是南南的一中人 南南 叶花 你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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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 你怎么把他找来了 笨笨笨笨 笨笨 离石来地儿 我找他 救个场 他 他砸肠子 看见了吧 看到了 哎 你就说你 你刺激不刺激 哎 我的妈呀 叔叔 难道给我刺穿了 你就是南南一中人呢 爸的 你有意见呢 哎 南南 你说你看上他哪儿呢 一身优点 看不出来吗 南南 他有优点吗 爸 你说点优点 他 他 你别的不用说 对吧 你就看这个个头 哎呀 你就看这个身材 哎呀 你俩能交流一下 好不好 你一米八六啊 我一米六八 你腰为二十一啊 三十一 你有腰吗 不好找是不 我自己找到费劲呢 你有八块肚鸡啊 我有一整块 在哪上班啊 我是送 送温暖 送温暖 对 他是物业经理 给大家送温暖的 开什么车呀 电动 电动汽车 对 新能源电动汽车 叔叔 您实话实说 您看看我 您再看看他 您觉得 他跟南南合适吗 不合适 这个得合适 你觉得你自己合适吗 来了之后吧 还知道 俺俩确实不合适 怎么就不合适了 特别合适 你就是我的义中人 南南 你这说话怎么这样呢 这不是伤害人家吗 叔叔 啊 没事 我喜欢 外面的女孩 跟我在一起 都是唯唯诺诺的 她不惯着我 这小伙子多好啊 多喜欢你啊 你怎么称呼来的 顾紫谦 啊 紫谦 哎呀 紫谦 哎 坐吧 千千 谢谢 千千坐 你 给人家倒杯水 哎 哎 哎 你过来 你过来 哎呀 刚才误会了啊 南南 我觉得差不多行 这小伙子多喜欢你啊 那么好 对 我也觉得挺好的 别再挑了 我看行 行什么玩儿行啊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情况 哎呀 站起来别喝了 哎呀 你看看你把人家喊 你看这 没事 千千 来来来 下手了吧 坐坐坐 我喜欢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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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把你的详细情况 都跟我爸说清楚 我什么详细情况 平时在公司里面都干什么 必须实话实说 要不然的话 以后你再也见不着我了 啥也不干呀 啥也不干是什么公众 公司是我爸开的呀 有时候我想上就上 不想上就不上呀 为什么你到现在都不知道 我为什么不喜欢你呢 对呀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呀 我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你 为什么呀 哎 小伙子你坐着 我觉得你身上缺少一种劲 啥劲 一种向上的劲 你们家条件是好 但是 它可跟你没有关系 那是你爸你妈努力挣来的 你要是有本质的话 你自己挣 你自己挣来的 那才叫骄傲 人呢 得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你这一点上 你不如他 你别看他一会儿腹肌 他就很努力 证明自己的社会价值 人家骑着电动车 送快递 哎 叔叔 他不是物业经理吗 他打两份工 我喜欢阳光 积极向上的男孩 我希望你能成为这样的男孩 你听到没 叔叔 我实话跟您说 以前吧 我爸也跟我讲过 您说这句话 他都跟我说过 但我没往心里去 您今天讲完了 我往心里去了 您说的话 深深刺激到了我 哎 你爸跟你说你不往心里去 怎么我爸也跟你说 你就往心里去了呢 正常 现在岳父说话 明显比亲爹好使 深深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喜欢不喜欢男的 我喜欢 你要是真喜欢他的话 你就按照他说的改 我相信你一定行 男的 我想了 你给我一年时间 你让我改变 但是在这一年里 你可别跟他结婚了 这你放心 他俩一时半会儿结不了 刚才 我回来了 哎呀妈呀 下来个儿了 这大个子 真高 刚才 这 那个 我给你介绍一下 媳妇 这是嘉南的朋友 这个是我爱人 阿姨你好 你好 男的 来 看着你妈以后 我总算知道 你为啥会喜欢她了 因为你的审美啊 跟你爸一样 我想啊 在这一年里 我要做两件事 第一 努力向上 自食其力 第二 我要吃 不停地吃 我要把自己吃得 白白胖胖的 这样才能复合 你们家的审美 祝你再见 阿姨再见 干嘛 她刚才说 吃胖审美 什么意思 我去送送她 小布林 她说那审美 什么意思 我去送送她俩 他说那审美 什么意思 我去送送她嫂 少干子 她说那审美 什么意思 我去送送她们四个 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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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